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英国研发的阿斯利康疫苗 它一直因为价格相对便宜好保存 因此全球的购买量订单下到23亿只 是辉瑞跟娇生订单的总和 但是呢 阿斯利康疫苗缺乏对年长者有效的数据 包括了法国 比利时 德国都规定 阿斯利康疫苗只能限定65岁以下注射 现在呢 南非政府宣布暂缓整个阿斯利康疫苗的注射计划 原因是他们发现阿斯利康疫苗对于变种病毒的效率太差 2月初才在雨中迎来第一批共100万只阿斯利康疫苗 准备为前线医护人员施打 一个星期后 南非政府紧急喊咖 认为数据不足 南非知名的金山大学自己进行了一项小型临床试验 结果发现阿斯利康疫苗对抗当地最主要的南非变种病毒株 轻度到中度的病症 保护力非常低 特别是在年轻成人族群 根据WHO最新报告 南非变种病毒株可能已经扩散到其他九个非洲国家 南非的新冠感染率则是非洲之冠 光是死亡人数就超过四万六千人 话虽如此 南非政府似乎已经把目光转向美国的药厂龙头 根据当地一份最新政府资料显示 娇生将会从二月中开始供应疫苗给南非 对于南非的改嫌议册各界相当关注 因为跟其他厂商相比 阿斯利康疫苗价格相对便宜 保存也较简便 在全球的订购量已经有二十三亿支 是娇生和辉瑞加起来的总和 英国政府重申信心力挺自家疫苗 并表示目前接种过疫苗的英国人已经超过1220万人 占英国总成人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而变种病毒之所以引发各界忧虑 除了传染性强 毒性较高 更传出之前感染过新冠病毒后来痊愈的人也可能再次感染 如今这个头号疑虑未解除 再加上封城行动持续 让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对欧元区经济前景乐观不起来 光是过去三个月 19个使用欧元的国家经济就萎缩了百分之零点七 2020年全年整个欧元区更是大幅萎缩百分之六点八 至于美国 尽管才刚创下三个月以来最低的单日新增确诊力 但英国变种病毒已经扩散到全美超过30个州 目前全美光是新变种病毒案例已经多达700多例 美国CDC建议应该从筛检国内旅行者着手 至于疫苗的效力 当局认为现有疫苗就对抗英国首次检测到的变种病毒而言依旧有效 至于南非变种病毒还得再观望 于是美国选择加快速度 目前配给出的疫苗已经注射了百分之七十二 全美有超过950万人完成两剂的接种 目前像是纽约市已经开始将计程车司机外送员列为疫苗施打对象 跟病毒赛跑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